小伙子 你游泳水星可以吧 可以可以 水星可以 就可以脚踩两只船了 你刚才口口声声地强调 那个女性是你的客户 同时也承认你们有暧昧关系 赵川老师 问你到了哪一步 你低下了头 你低头说明了什么 我们全场都明白 另外小伙子你能告诉我 对方那个女性 知道你有女朋友吗 后来知道 前面不知道 你没告诉她 就是打电话发现了 对 她发现之前是不知道 你有女朋友的 这就说明你欺骗了两个女性 姑娘你要记住一点 在热恋期 她就有这样的前科 如果哪一天你们结了婚 到了七年滞养的敏感期 到了四十岁的危机期 她挡不挡得出诱惑 管不管得出自己 我希望你心中应该有一个问号 你刚才口口声声说 我是爱你的 小伙子记住 我是爱你的 它不是舞台的台词 轻飘飘 轻飘就可以说的 所以最后姑娘我只想和你说一句话 最后你自己做选择 我们每一个人活在世上 都不可能离不开另外一个人 我们也照样活得了 另外没有保卫价值的爱情 你千万不要保卫 保卫到最后你会伤自己的 姑娘好不好 谢谢 好 谢谢波红兄 好 来 立东 谢谢二位 给我们分享了你们的这个恋情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还都属于爱无能的阶段 尤其是女孩 这个女孩这么漂亮 居然爱的能力这么低下 你是 你到底是为什么会这么委屈自己呢 我只是觉得 那爱 就是人不可能完全不犯错 对不对 那她后来做出了选择 那我原谅了她 对不对 然后她又出现这种状况 那我觉得我是不能原谅的呀 但是她就一直 就是说不分啊怎么样 那我觉得 就不会很硬 就是这样子 了解 妹妹我跟你分享一个 我对于这方面的一个经历 那个帅哥也听一下 我觉得男人花心这种行为习惯 其实有点像高血压跟糖尿病一样 一旦患上便会伴随终生 这东西是很难改得掉的 这是第一个我想说的 第二个 妹妹你以后再找男朋友 或者还是她 对于未来她的评估标准 我觉得就两个 第一个 第一个她有没有在乎你 第二个她有没有让你放心 就这两个 至少这两点 我到现在你们 对谈的过程当中 我完全都没有发现 她很在乎你 至少你没有表现出来 而且还是很骄傲 意志气使的 我以后会改啊 就这种 前台词就是 那又怎么样呢 我的解读是这样啊 第二个就是 她要让你放心 如果这两点 她有一点都做不到 你都不要跟她再想调节啊 明天啊 这都是多余的 你又不是架不出去 对不对 反正我就提示一点 她的行为习惯 已经触碰到了原则跟底线 何去何从 你自己要拿捏也好 好吗 好 谢谢 谢谢语东 来 附老师 你如何确定 她跟那个女生断了 你确定不了 对吧 刚才你说 你到这个舞台来 是想问问我们 这个男生的 今天的承诺 可不可信 的确 人都会犯错 只要诚心回头 是值得远没有 但是如果一个人 诚心要悔过 但是在今天 这样一个众目睽睽的舞台上 还要说假话 你认为他的承诺可信吗 不可信 我用三点来证明一下 他今天还在撒谎 第一 他说 我买一个包 给那个女生 叫女客户 当分手费 是这样说的吧 是吧 这句话听起来 倒不像那个女人 是他的客户 倒像他是那个女人的客户 为什么呢 只有一个人 亏欠另外一个人 才会花礼物来做分手费 对不对 由此证明 不是那个女生纠缠他呀 是他在两头之间 左瞒右瞒 他骗了别人 愧对了别人 他才会买包当分手费 你认不认可 如果你心里没有愧 一直是他在纠缠我 我只是 我的错误 就是没有分清楚 没有拒绝 你觉得他会有愧吗 他不会有愧 所以由此证明 他跟那个女人的关系 到了什么地步 并且 如果要彻底 跟一段感情 划清关系 这太简单了 换电话号码 消失 再退一万步 给钱 虽然这很不道德 但买包不宜 要买吧 要挑吧 还要送吧 还要知道送什么好吧 别人才喜欢吗 所以你听过 送礼物来做分手费的吗 没有 买包就显得有点 藕断丝裂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 我认为 他跟那女人未必断 第二点 当主持人问男生说 你之前在跟那个女生 交往的时候 你有没有告诉那个女生 你是有女朋友的 当时他很惶恐 很仓促地说了一声 我告诉了 他是这样说的 但是等到 于老师问他的时候 他又说 在没有发现之前 他是没有告诉 这又前后不一致 都到这儿来了 他依然在抱着侥幸心理 而不是诚心诚意 向你坦漏心扉 对吧 第三点 如果没有那个电话 如果没有后来你的质询 你觉得那个女生 还会隐藏多久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当然是越久越好 我也来自于杭州 我们自驾游去过福建 那真是千里之外 千里之外的事 你聊得准啊 所以 当你说那句话的时候 我由同情你 变为憎恨你 就是他这样一次 又一次地触犯你的底线 伤害你的时候 你居然还说 可我还喜欢他 你的意思就是 别人骗了你 不把你当人看 我还喜欢他 我喜欢一个人 是可以忘却这个世界的是非 和黑白的 没关系 我还喜欢他 我不明白一个男人 如果缺失了人品 还有什么值得女人可爱 他再帅 再有能力 跟你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是别的女人的男朋友 至少不是你的 你说呢 所以我想对男生说的是 人犯错都可以改 但欺人不能太过分 至少今天到了这儿来了 是你要求来的 你得百分之百说真话 那么他原不原谅你 那还情有可言 你到了这儿 你还说谎话 你何苦来呢 你既然不是诚心地悔过 你干嘛要到这儿来呢 还是你来 依然抱着侥幸心念 你跟那个女生断没断 你自己心里清楚 这个电视那个女生也会看到 错了可以改 请你坦诚 如果你不坦诚 你是没有资格站在这儿 要求别人原谅你 我希望你60秒的时候说实话 但原不原谅 是她自己的事情 请你尊重自己 尊重她 另外一个女生 到底是被你欺骗的还是怎样 我们不去猜测 但是做人 请对得起自己的行为和良心 好 谢谢 谢谢图老师 最近想明白一个道理 就这姑娘的在整个的叙述当中 你想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我们试图帮她划定一个底线 其实女生是没有底线的 女生的底线至少是 我爱一个人 我会允许这个人犯错 对不对 是吧 只要这个人改了 我会一如既往地爱她 这就是女生的底线 为什么所有围观的人都很气愤 因为围观人的底线比较高 咱们的底线是高于这 你背叛 背叛我绝对不可以 好 那你背叛了 被我发现了 我愿意原谅和宽容你 但是你不能欺骗我 你欺骗我是绝对不行的 女生还是说 那你欺骗我还可以 有一有二 还可以有三有四 女生的底线一直在退 你发现了吗 这东西你有几种解读啊 第一种解读确实是爱 就爱让人糊涂 第二种解读是不甘心 不服气 人有时候愿意赌气啊 你赌这个气是跟谁赌呢 你跟他赌吗 还是跟你自己赌啊 有好多人在这个问题上 通常犯这种傻错误 你说底线他不知道吗 你应该知道这个底线吧 对吧 跟谁较量啊 跟那女生较量吗 人都没见过较量个什么呀 所以啊 你要想接着较量 继续把自己的生命 投入到这么一段情感当中去 我们当然是没有意见的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干扰别人的生活 你是真的底线低到了 比大家都低 还是你确实在赌气 你的心里是最清楚 男生以后啊 坦诚一些 你诚实一下吧 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60秒 我知道 我之前做了这么多措施 我也是真心的悔改 我也改了很多的坏的习惯 我基本上都是 你说什么不好的 那我后面也会尽量的去少做这些事情 我知道这个出轨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事情 但我还是希望你能原谅我 就维持机会 我之前给过你机会了 我觉得 我的信任都给你消耗完了 好了 谢谢两位 请回啊 谢谢 来 请关门 最后到底怎么选择是别人的事情 什么结果 我们都愿意乐见其成 一个人如果他能改 当然我们是欢迎的 我们也希望他能改变 通过这样的事情去变好 女生如果选择了原谅 那就当是一种宽容 但是我们在想 善良是不能被欺辱的 对吧 请开门 来 男生 想清楚了 想好了 那个非常坦诚的 在现实生活里面 很认真的再去跟女孩道一个歉 不一定在这个舞台上 如果你真的还是想回来 重新去追她 改好自己再来过 好吧 回去吧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谢谢你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chce说